2023年4月2号星期日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股邦 A股下周策略会 好 按照惯例 我先亮明观点 我的观点是 中长线有投资价值 短线震荡加剧 大盘要结束横盘调整了 选择方向的时候 重点关注好自己手里的品种 不破五日线持股待涨 像这样的好东西不多见 千万别卖肥 一旦破了 那出来的资金 要往低位有拐点的地方 我们不参与下跌的调整 又得跟上新热点 新题材 低位有拐点的大多数资金 现在都往那扎呢 所以呢 千万不要被市场边缘化 那我的观点是怎么来的呢 来 我们先看一组数据 通过这个能量表格图 我们能够发现 大家瞧成交量分大了 这里录得了一个向上的箭头 然后这出现一个 这是上证指数 周涨了0.22 周啊 创业版周涨了1.23 但是他们虽然上涨 箭头向下 因为比他们此前一周 都有所萎缩 所以箭头录的是向下 后面几组数据很不雅啊 首先上涨加数 跟此前一周 那上涨的调过来了 你别看指数都上涨了 可是上涨的只有1600加 下跌的反而有3300加 这不就是一个动能向下吗 再看这儿 上涨超过10%的 也出现了尾 你看 此前一周 310多加 而咱们这一周 只有145加 这是上涨超过10%的 那上涨超过6%的 也在这儿出现了尾缩呀 上周也760多加 这一周只有370多加 就是下跌的这个呢 还稍微强一点 只不过下跌的 咱只跌停板的并不多 所以这个数据呢 不大统计 那么后面这个数据 下跌超过6%的 仍然在扩围 也就是大家看好 这个绿颜色箭头很多 同时呢 有红带绿 这就代表着分期加大 同时动能向下 那么短期看 这个位置震荡加距 长期中期看 有投资价值 所以在这儿呢 咱们给出这样一个 震荡加距 中期我们看 还是有投资价值的 那么大盘就要结束一个 震荡 进行方向选择的时候 我们重点要看好 自己手里的品种 目前不破50线 这种好东西可不多 别卖飞 破了50线 还得把出类的资金 往那种低位 有拐人的地方 这样我们不参与 下跌的调整 还能跟上新热点 新题材 不被市场边缘化 来 我们再从市场消息方面 来看一看 那市场消息方面 首先 咱们看看国外的 说土耳其和匈牙利 已经批准了 芬兰入约 但是 不还有个挪威 什么 那个地方 没货批呢 那么现在受这个影响 俄又签署了一个 这个春季 蒸什么兵 大概是14-5万人 这个问题在升级 有人龙火 你说不好办 那再说 美国财政部 他们公布了 关于电动车的一个补车新规 补贴这个新规 影响很多呢 而且这个里面又对电池 尤其是车用等等 这些个新能源电池 做出了明令规定 这个都是对咱们 还有对外面 就是不够那个 那再说 日本也宣布了 针对6类 23种芯片制造的设备 叫出口限制 这不也是对着 咱们下什么菜碟吗 那再说菜的GPT 被意大利封杀了 这个消息已经不是什么 但是这个呢 会导致很多个 多米诺骨牌效应 你看美那边的 一个专业的平体机构 就是研究中性的 也在说 说这个GPT 这个里面有那个 所以说我们看看下一周 包括人工智能 菜的GPT等等 这些东西 会不会有一个什么动作 那再说 印度跟马来西亚 签署了以印度的卢比 为结算单位 进行结算 什么意思 这不就是去美元化吗 那再说沙特 又签订了上合组织的 人家要加入 看到没 我们在扩为 那再说巴西 跟咱们中国 又签订了 关于中巴企业 用人民币来结算 瞧见没 我们的人民币 占他们的结算 已经是第二大份额 第一还是美元 占80%多 我们这个占将近6% 像日那边 日本又下降了一点 被我们取代了 问题就是 我们这也是在 那种叫人民币结算吗 这不都是去美元化吗 因为动了什么奶酪 所以说对咱们有点那个 那再说 房地产方面的 济南首批供地呢 现在要交房就交证 可以办证 这个不就是 省了很多个东西吗 你比方说 有的人买完了房子 买完了房子 房账搬不下来 那么其他的各方面 都很难推进的 所以说这回 人家开始直接来个挂钩 你看这个给什么烂尾楼啊 那都点了一个醒 来了个急刹车 那再说 事隔三年 浙江对台湾直航已经恢复了 而且深圳对台北的直航 也已经恢复了 等等都在恢复的情况下 我们这就是全面复苏啊 那好 再说咱们的国内成品油 两年降 这次加一箱油 少花13块钱 这是上周啊 就不出现了吗 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现在这个国际原油价格 还在涨呢 那我们这个两年降 有人说这个就怕降 因为降完之后 紧跟着又是涨 你看降13块钱一箱 一涨很多 看看这能不能出现那种现象 那再说广州的新规 购买新车啊 咱指的是新能源车 最高补贴一万块 而且呢 现在多方呼声 这就叫什么 会叫的孩子 会哭的孩子 有奶吃 多方面都在呼声 新能源车 补贴 延长啊 到20什么什么的 问题不就在这儿吗 他得会哭 那会哭会闹 就有牛奶吃 那再说年报行情 非常亮眼 而且多家公司 现在看年报 真是这个国企为最亮 那大家都说 这个这么好的量力 那去年怎么增长那么少呢 是啊 这个不就是国企和民企 之间的一个这个那个吗 那么现在 行情现在已经出来了 而且年报行情 正在往处拓展的时候 我们看看这方面 能不能分得一杯羹 那再从技术方面 我们讲一讲 首先大家看到这是啊 这个是周线图 上证指数 周线这个位置 大家看有一个三连羊 我们记着啊 一会儿单说 从去年这个位置 10月末 10月末 2885点 我们到这个 12月23号 这个位置有 3031点嘛 做一个连线 这就叫上升趋势线 那上周五收盘的时候 周线又收在趋势线附近 所以大的方向上看 这个位置 中长线有投资价值 可以期待红四月 只是咱们这种上涨啊 很弱 你看 厂外资金观望的气氛 非常明显 他们在等什么呢 那为什么又说这很弱呢 这很弱是有道理的 我们他们 他们啊 是在等一种契机 那么弱在哪呢 虽然周线三连洋 但是我们看一看 这个一周 就是四周前 这个位置啊 3月7号 冲高3342点回落了 当周冲高回落 当周跌了是98个点多 那么我们这个三周 这不是三周连洋吗 周线三连洋 只是这三周 只涨了是42个多点 连这个单周大跌的一半 还没有涨回来呢 这种情况就叫做力度不强 那么大盘可需要一个起爆点 这个就是很多资金 不愿意进厂啊 厂外观望啊 他们的一个等的一个契机 日线上我们看 这一方面 上面这儿有一个顶背离结构 看 这写的顶背离结构呢 那么顶背离结构 对应的是什么 释放出来 这不写着顶背离吗 顶背离对应的是一个 24个调整周期 现在到周五这一天 过去了19个 那24个减去19个 就是这里面呢 还要已经 还要几个就会进入一个尾声 那么进入尾声 就要方向性选择了 另一方面 从3月17号这一天 大家来瞧 出现一个序列的D9 那序列D9和高位这个顶背离 它们两个是一场拔河比赛 但是在拔河比赛当中 序列明显没有获胜 因为大盘在这个位置 低点序列要上涨 它没有出现大涨吗 反而回来了 没有大涨 实际这个也符合技术分析的三大原则 技术分析三原则讲就是 从序列到结构 然后再到趋势 那么现在这是一个 足迹增强的 所以序列 服从了这个结构 这也符合逻辑 短线现在看啊 已经顶背离19天了 即将结束这个横盘整理 那么横盘是一种最强的 这种调整 因为它要用横盘的时间 这个横盘的时间 来换取一个下跌的空间 这就该是选择方向了 那当前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指数之间不够协调 你来瞧 上证指数这个位置 我们看这张图 上证指数这还上涨了呢 尤其通过日线图 看得更加清晰 大家瞧 日线图上证指数 从去年十余月份 到现在这不是一路上涨吗 是这个样子的 而创业板这个位置 从今年高点 现在是出了下来了 那一路向下跌 又跌回到今年年初这个位置 看到没 这不就是指数之间不协调吗 那如果上证指数 能向下调一调 未来几大指数协调性就好了 指数之间同向共振 这个上涨契机更容易出现 综上所述 我的观点是 中长线有投资价值 短线震荡加剧 大盘要结束横盘 选择方向的时候 重点看好我们手中的品种 不破五日线 给这持股贷涨 好东西 别卖飞 一旦跌破五日线 就要减半 出来的资金 往那种低位 有拐点的地方 低位有拐点的地方 我们不参与下跌的调整 还能跟上新热点 新题材 不被市场边缘化 一旦我们要看到别人赚钱 到时候那比自己亏钱还难受啊 好朋友们 我是古邦 喜欢古邦的加关注 明天早间 我还有早播报 我会把最近国内发生的事 尤其是今天到明天早间 这些事梳理好 一起跟大家分享 加了关注 你就可以省上四五个小时时间 好喜欢古邦的可以加关注 我发视频 你第一时间就能收看到了 朋友们 明天早播报 见识